我们回过头去讲国际体系的破坏 短暂的20世纪的国际纠纷 绝大部分是由苏联引起 以及由反对苏联的各种势力造成的 首先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讲的 托洛茨基的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是苏联的本质 是由苏联的国家性质决定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技术性因素 只要苏联本身存在 它的外交的革命性是没法改变的 因为它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 维护自己的利益 它的利益就是推翻整个旧世界 所以它一旦开始 就掀起了俄罗斯帝国内部环境里面的内战 而它成立的整个经过 就是发动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 大规模的国际战争 而且是不按规范的 地上战争和地下活动结合在一起操纵的 所以苏俄一开始诞生 立刻就引起了俄罗斯内部的纠纷 俄罗斯本来是一个多元实体的巨大帝国 像芬兰这些地方是享有自主权的大公国 他们在沙皇贡主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 在临时政府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时候还可以维持 但是苏联变成布尔什维克国家以后 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就首先要求独立 于是立刻就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和这些地方的战争 这种战争你说它是内战 是外战还是阶级斗争都很难说 它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超限战 19世纪文明的面纱在这里彻底销毁了 就是我们现在网络上说的那样 民主之后杀全家 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实现了 作战的主体不再是正规的首纪律的军队 而是各式各样的武装团体 比如说赤卫队 契卡 或者白卫军之类的 就芬兰的情况来说 所谓的白卫军其实就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 或者是比较资产阶级的社区组成的民兵 和保安团体诸如此类的东西 赤卫队就是布尔什维克煽动出来 从旧沙皇军队中间要求退出战争的逃兵 双方实行的都是超限战 在芬兰的情况和波罗的海的情况下 在俄罗斯的人力优势快要发挥作用的情况下 德国的军官团卷入了这场内战 由于为数甚少而战斗素质极高的德国军官的参战 使战争的局势变得有利于芬兰和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三国 最后的结果是列宁不得不承认芬兰和爱沙尼亚等国的独立 在乌克兰则爆发了一场更加复杂的四角战争 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白卫军以克里米亚为基地北上 与南下的红军争夺乌克兰的粮食产区 他们跟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盖特曼政权 以及共和主义者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 打了一场危险的四角战争 然后在乌克兰人快要失败的时候 毕苏斯基的波兰人从四面卷进来 要求恢复波兰的历史边界 把这场四角战争变成了五角战争 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和波兰签署了挂分乌克兰的礼加合约 把西乌克兰划进了大波兰的范围 把东乌克兰纳入了苏联的范围 在南方的高加索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 在孟什维克和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下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 邀请英国军队进来援助他们 但是协约国的军队在战后就撤走了 随着协约国军队的撤退 苏联军队在邵吾勉的统帅之下 再度进入了高加索地区 通过邵吾勉和奥尔中尼起责的干预 最后稳定了高加索地区 在中亚、土耳其、恩维尔帕夏支持的 泛突厥民族主义者 和苏联支持的浩瀚苏维埃政权 发动了一场残酷的内战 大大减少了中亚地区的人口 最后苏联军队打死了恩维尔帕夏 肃清了中亚地区的白军残余 把整个中亚都纳入到苏联的范围 这样就成立了土耳其斯坦自治共和国 在东欧 随着德国的战败 协约国自己的军队 没有能力在东欧维持秩序 于是他依靠捷克人和波兰人 组成的小协约国集团 维持奥匈两个战败国留下的大片空间 捷克人在这个时候 大体上发挥了法国代理人的作用 在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境上 暂时维持秩序 直到凡尔赛合约决定通过公民投票 来解决当地的归属问题 而公民投票进行的非常混乱 列强接受威尔逊主义的基本原理 要求实行当地住民自觉 而当地的情况实际上 有点像1991年的南斯拉夫战争 住民自觉完全可以通过驱逐当地居民 实行种族清洗的办法来完成 在波兰和捷克边境 协约国的观察员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情况下 大体上公民投票能够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进行 划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边界 在波兰和捷克边境 协约国观察员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情况下 大体上公民投票能够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进行 划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边境 但是这个边境是不完美的 波兰边境一边留下了大量德国人 德国边境一边也留下了很多波兰人 因为双方本来就是混杂居住的 尤其重要的是 这种划分方法颠倒了当地的阶级结构 因为德国人和波兰人不光是单纯的民族集团 也要涉及当地的阶级结构 德国人往往是贵族和农场主 而波兰人往往是劳工 这样国境线的划分就导致当地社会内部纠纷的加剧 这样就种下了以后战争重新爆发的种子 在南方 在罗马尼亚 匈牙利 斯洛伐克的边境 以及新成立的第一个南斯拉夫王国 边境的重新划定 以非常野蛮的强行劫持的方式进行 通常新建立的巴尔干各国 都对本国内部留下的大量少数民族 实行野蛮的清洗和镇压 才能够维持他们的边境 这些边境的不稳定性 和这些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性是很明显的 威尔逊主义解决不了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他说不清楚这样留下的大量少数民族 应该是怎样一个去向 最后的解决方法实际上是 希特勒和斯大林通过更严厉的种族清洗 基本上把各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全部赶出去 或者屠杀干净 这样才能够在东欧建立稳定的政权 但是协约国为了坚持比较高的文明水准 不能采取这样野蛮的手段 结果他只能留下一系列极不稳定的国家和极不稳定的边境 所以英国后来决定对东欧国家的边境 采取不担保政策也是考虑到这个因素 这样的担保无论你是支持哪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 而且都是很难维持的 后来有些人把这称为绥靖政策 实际上这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 这样的担保是怎么也站不住脚的 就像是你现在去担保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某些派别一样 谁也不知道这些地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英帝国的荣誉不能够压在这样危险而靠不住的前途上面 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 苏联觉得通过革命战争来推翻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 接下来就产生了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等一系列苏维埃国家 这些国家照我们的说法来看是苏维埃革命 但是照英国人看来实际上是少数外国颠覆势力 依靠苏联卢布和军火在当地实行的破坏性行动 很像是后来的广州暴动 这些暴动团体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或者是当地的流氓什么的 占领政权以后首先对当地的所谓的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大屠杀 用这种恐怖的手段来建立苏联式的统治 因此引起了欧洲各个国家普遍的反对 即使原先号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整个20年代都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党活动 现在我们中国的读者往往有一个观点 觉得北欧好像是温和左派 粉红色左派民族的一个典范 实际上在整个20年代 芬兰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 则是搞清党运动清得最厉害的国家 清党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把本党党内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和社会上的苏联颠覆者全部消灭 消灭的手段并不是通过现在这种法制手段 而往往是通过街头斗殴和残酷斗争的手段 当时的情况下 现在这样的完善的警察组织还不存在 可以说19世纪的瑞典王国只有皇家军队 没有像样的警察部队 对付像苏联这种大规模的颠覆活动是没有能力的 警察的数量少 而苏联的颠覆人员或者搞出来的煽动人员都比警察还要多 他们在和平的社区里面使用武力和暗杀手段 在资产阶级人士的门口放置炸弹 绑架他们的妻子儿女 实行半夜杀全家这样的敌后武功队的恐怖行动 照现在的说法 他们干的是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这种行动 通过恐怖袭击迫使当地的资金和精英外流 促使社区崩溃 然后制造革命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 正规的警察还没有产生 要么你就派军队上街去镇压 要么你就只能采取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那种做法 组织自己的工人纠察队 拿起大棒去砸布尔什维克在当地的支部 把当地的渗透者用暴力恐怖的方法赶出去或者打死 瑞典和芬兰都是通过这种手段稳定了国内的政局 也奠定了瑞典和芬兰两国社会民主党 长期处于政治中心的格局 所以苏联对芬兰社会民主党是有切肤之痛 有深仇大恨的 这个深仇大恨有点像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深仇大恨 所以它宁愿让保守党和农民党执政 也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 你要是从单纯的左右角度来看 保守党、农民党、中央党是右派或者中间派的政党 而社会民主党是温和左派的政党 而苏联至少也应该支持比较靠左的政党才对 但是实际上苏联宁可让右派和中派政党当权 也绝不愿意让社会民主党当权 就是因为在20年代的残酷斗争中 芬兰社会民主党对布尔什维克实行了差不多 是肉体消灭的残酷行动 这种残酷行动让苏联人长期耿耿于怀 怀恨在心 其实中国也是这样的 从中国的逻辑来看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中间偏左的政党 比起北洋军阀以及梁启超那些党派来说 国民党还要稍微左一点 但是就是因为国民党在差不多的时期 有过类似的青党活动 所以才会对它有深仇 理由也是差不多的 对于苏联来说 它的颠覆是通过两线作战的方式展开的 此销则比涨 二十年代初期 它的动作主要是针对欧洲 到二十年代后期 它对欧洲的颠覆基本失败了 引起了我刚才说的强烈反制 这时候它的颠覆重点转向了东方 以中国、印尼、日本这些国家为重点 而尤其以中国为重中之重 这一点你从共产国际的资金流就可以看出来 大部分钱是留给中国的 为数非常之多 具体账目就可以说明 像二十年代所谓的国民革命时期 苏联仅仅援助冯玉祥一人的金钱 每年最少是四千万白银 你再比较一下 后来在冷战时期苏联自助美国共产党的钱 顶多也就是每年数百万美元 而且美元是在贬值 八十年代它用来自助美国共产党的数百万美元 如果换到二、三十年代 可能只值数十万美元 甚至几万美元 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 在二十年代末 欧洲颠覆活动失败以后 苏联对于中国重视到什么样的程度 它等于是出了血本 宁可让乌克兰的农民饿死 也要把钱省下来 支持中国的亲苏军阀 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 国共两党 不是早期的议会制度的国民党 而是国民革命以后的国民党 是共产国际用割肉的方法一口一口养大的 这种割肉的方法 割得之疼 也只有中国在六十年代援助越南才能够相比 当时中国援助越南 中国自己的人民解放军用的是五十年代的旧武器 新生产出来的武器 除了留少数标本以外 全部送到越南战场上去打美国 仓库都已经扫空了 为了援助越南的游击队跟美国人打仗 苏联人在二三十年代就是用这种饿死本国国民的方式 骗了老命来援助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其他国家 英法或者是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虽然也有对外援助 但是你可以放心 他们的对外援助是有节制的 就是说无论如何 也不会援助到宁可让本国国民挨饿 也要支持外国的那种地步 我们的历史书说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 中国革命者驱逐了帝国主义 实际上恰好相反 帝国主义者包括英国、日本 特别是美国 对中国的干涉是很少的 援助也是很少的 真正大规模的干涉中国内政 通过中国内部的颠覆势力 也就是国共两党 以及像冯玉祥和盛世才这样的军阀 颠覆原有的比较合法的北京政府 基本上是苏联一手操办的 苏联是单方面采取积极活动 而列强没有进行具体干涉 这个逻辑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列强在一战以后 由于欧洲国际体系的破裂 对远东这样的次要地区变得力不从心 不感兴趣了 就像美国一样 美国对欧洲当然是很感兴趣 对中东就不大感兴趣 你让他去积极干涉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内战 去镇压当地的极端分子 他爱惜美国军人的鲜血 觉得这些地方本来就不太重要 犯不着 如果是欧洲出了事 他一定会跳起来 英国在当时也是这样的 如果欧洲出了事 是会影响自己的 但是远东这样的次要地区 你颠覆不颠覆 干涉不干涉 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他就会袖手旁观 听任你这么做了 日本在碧原首相执政时期 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 但是日本在亚洲的利害关系要大得多 所以碧原倒台以后 日本国内的军部和激进势力 强烈谴责20年代的国际协调主义 就是这个逻辑 他们认为正是因为碧原在任时期 日本在亚洲大陆采取消极无为的政策 才导致了北洋政府和亲日势力的倒台 导致了国共两党的胜利 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国民党是苏联的一个白手套 国民党没有能力清算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而共产党则是布尔什维克的直接代理人 国民党这个白手套 就有点像是以色列看待法塔赫 以色列认为法塔赫也好 黎巴嫩政府也好 他们都是真主党和伊朗势力的白手套 底下是伊朗在操纵 归根结底 这些势力都是改头换面 欺骗国际势力 骨子里面是为了颠覆以色列的 而碧原在北伐战争时期 错过了干涉一举掐死国民革命的最好机会 导致了国民革命成功以后 在南京政府主持下 大规模的收回租借 废除条约 破坏条约体系 为苏联政权减压 严重损害列强 特别是损害日本在华的既得利益 这时候日本人重新干涉 就出现了918事变 唐姑协定这些事情 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这已经不是最佳时机了 祸患在没有开始的时候 你就应该当机立断的把它掐死 现在祸患已经生成了 以后日本再干涉 这就是为时太晚了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20年代就是应该当机立断 所以英美派和碧原势力 在30年代的日本失势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正确 实际情况已经证明了 他们坐视良机